你们坐啊 来来来 过来去坐 怎么会这样 各位观众 屏幕上这位德高望重的校长 就在那边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校长 我看你今天不给大家一个交代 你是很难回家咯 绝对不容许我的学生姿势 尤其是在我的管辖范围里 记忆你们大过已经很仁慈了 如果再犯 就要把你们赶出学校 知道吗 知道 这像话吗 这种不三不四的书也看 好恶心 好恶心 你怕 宝贝 轻一点 你还轻一点 有衣服吗 宝贝 上次我跟你提的20万怎么样 那20万早就会到你的户头里了 这下我就有救了 不过你一下子从那边弄了20万 不会有问题吗 什么20万 20万 40万 哈哈哈哈 干得好 你真的很厉害 因为只有你欠钱啊 不会需要全副房贷啊 好借 这么厉害 宝贝就是男女互相包庇嘛 心怀中良你们 一定要指责他们 不过宝贝 我们这样下去 万一人家在查账 我们怎么办呢 你死定了 哼 哎 我是干什么的 快记 那些所有会令人怀疑的东西啊 我全部让它消失了 现在的账本是新的 保证神木之鬼不绝 遇到我们就不一样了 对 我们有爱四四搞定 话先别说得太早 你不是已经潜入学校的电脑了吗 那只是会计整理过后的干净版本而已啊 那怎么办 那才把真正的账本给收了啊 除非有人拥有一本完整的账本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账本的确被人家动过手脚 否则就没期望了 你弟不是在学校负责什么筹款的 他应该会有一本账本啊 有也应该缴回啦 可以去问问看啊 雅娃向来办事很小心 搞不好他有一份备份 是不是 只要能够找到账簿 就能还我金白 没错 那你赶快回去问你弟啊 去年上款账簿 应该还留着吧 放在哪里了 赶快拿出来啊 诶 我们在跟你说话 诶 表娃 你是管财政的 我们之前上款的数据你总有留一份吧 那要如何 拿出来啊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不想管也不想你 我只想好好念书 你要干什么 我也不在乎 反正前途对你来讲 就像打喷嚏一样 但是我跟你不同 我要上进 所以我要离开世界 有咬啊 你给我仔细看清楚 这个人就是你的亲哥哥 你各位勇气改过 为什么你就是不行 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 为什么 任何人可以跟他跪不去 就是你不行 你们是亲兄弟耶 是手足的 说兄弟了 就应该 宝贝 来呀 你怎么都到齐了 就在开派对了 你换个正好 怎么啊 没事 先回去吧 我来处理 蓝衣 那我们先走了 吃商业才走吗 回家再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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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供款是刑事罪 没有足够的证据 校长他们一定不会承认的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对 我们绝对不能姑息他们 就算我们没有办法 找到足够的证据 让雅瑜复学 我们也要找机会 惩罚那个校长 总之 明天的计划 如其进行 好 好 宝贝 轻一点 你敢吃一点 宝贝 上次我给你提的20万 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的 喂 校长 还欣赏我的后现代拍摄手法吗 王欣杰 你好大的胆子 哎呀 校长没有你大胆 有一个关于你啊 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跟你谈谈 请您马上到西街广场 我在那边等你啊 这么厉害 来吧 来吧 来这边坐 来来来 过来这边坐 怎么会这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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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一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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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荧幕上这位得高望重的校长 就在那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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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了 就是你跟得出来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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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校长 我看你今天不给大家一个交代 你是很难回家咯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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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对你们的姿势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想知道半年前学校上感失窃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明白了 你这坏学生 不服被我改入学校 现在设计来陷害我 谢谢 上次我给你认识 那二十万早就会让你负责人面了 这样我就有救了 不过你一下子从那边弄了二十万 不会有问题吧 我还以四十万 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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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们其他户口的账目 跟学校的钱无关 把钱怎么分配是我们之间的事 你们凭什么肯定我拿学校的钱 对啊 证据呢 你证据拿出来啊 对啊 证据在这里 这个 就是半年前你们清吞公款的帖证 我哥哥有亚于是清白的 都是我不好 是顾私人恩怨 却没有考虑到整件事的严重性 对不起 校长 各位啊 听校长解释嘛 我会这样啊 都是他害的才会做傻事 都是你啦 各位 对不起了 原谅校长好不好 各位原谅我 对不起了 你请回家吧 要做都做了 已经不干我事了 变了 但对你没有